因為我是阿嬤出的 我們爸爸媽媽都是 不孝說北京的一代 所以我的環境就是 在撻笑之前都是台語 這是一個很高的議員 但是他在近代法的過程當中 受到很不公平的對待 從日本時代這個教育的系統進來 從國民政府時代 這個團法委託的建立 因為這都是七十年 六十年以來 才發展起來的物質 是文明嘛 我們台語對不到這個燈 轉圈轉不過 這個感覺是 跟他不正義的事 所以你要說 既然主人說就好了 主人沒人說就沒有了 這個主人是很有問題 根本不是主人的問題 那是困力的問題 跟主管分配的問題 我寫我直接用台語想 大家開始寫的時候很困難 這是主要認識的 因為這是要把手、心、心、頭腦 都靈心涼起來嘛 這就讓你在做福建一樣 這是一個立即的過程 所以台語台很重要 最起碼它可以提供 真好的精神流行 所以我希望說 一個精神到健康的 變態、一個觀渡 公司的大衣大 拜拜